他以前也拿过一些奖 应该是个军人 军人 小哥就他拿刀 因为他们还拿大锤呢 他们是 卡中片的一些 卡中片 你看那地上不扔着一个大锤吗 那个擂台那边给砸了大坑 就是前几天打的 所以你要打通关 打通关 下面还有老虎 有一个已经被我打开去了 被老虎给搞定了 很惨烈 真老虎 对 真老虎 很清闲 顺上顺序 又上身 他们已经训练了好几个月了 训练了 今天我们演的那个 几乎是恩典了 是最后的一场戏 最后一场戏 能讲那么详细吗 对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能讲那么详细 因为你有时候你看一部电影 然后你把什么事都给说了 那你就别看了 而且公司有要求 他有些还是需要保留的 这个希望大家看电影 嗯 我每天就来一下一遍 对 我是负责吻戏这一块 嗯 清闹那个巴也给你讲 我请你来演戏的时候 你以为是 对 我以为我可以打 几乎还是负责吻戏这一块 嗯 因为他还是不大 然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舞者真的 比如说他有些时候和巴也交流的时候 他那个那种跳 我真的是挺不动的 真的 所以你要不是习舞之人 你真的挺不动的 所以打戏真的不是那么好拍的 你记不记得就是在安徽 嗯 一家三口的那个 你在旁边猎拳 对吧 嗯 嗯 然后过去就完全不一样 你真的吗 嗯 我在旁 我在后面看 我就觉得 我怎么可能听得懂 怎么可能看得懂 嗯 我听过他说 这是我自己编在一起的 什么长拳 配什么拳 嗯 我也不懂 对 这个要 他根据这个戏的需要去编 对 有的时候 就是看镜头 看导演要求 然后去编 几乎是现场编 对 也不是 其实我 没有 沙青 有那么开心 你知道 因为 我是 从黄山回来 就没有 看到大家 对 因为大家在拍 因为这个戏 这部分的戏是 我机会 当然他没出现 对 所以最后 还是 见面了 就是今天上午拍的 对啊 所以我其实 真的一个多月 没有看到 而且我们在黄山 你想 那么优美的地方 我们在一起工作 然后 而且 然后还在密语 因为都是在野外 现在数都数不过来了 因为这部戏的 打戏挺重的 是由头到尾 然后 闻戏少了 但是呢 很感人 就这样 然后我看底下 那个卓哥那个 好像对这个戏非常看重 每个戏的话 好像都 每个镜头都要去 看一下那个电视剧 这个戏怎么这么看重 就好 因为大家都在努力嘛 每一部门都在努力 所以 自己也不可以含糊 因为自己 去浪费一个镜头 那太不值得了 所以要全身心的投入 你看每一个厂工 每一个道具 几乎现场工作人员 都很尽心尽力 所以这个气氛 我觉得在剧组里 特别难得 他就甭说了 已经太熟了 太好了 刚才我们俩对戏 我还 突然我刚才有个 咱们俩演了戏以后 突然有一个 一煞念念头 你演完之后 你收戏的时候呢 有点像那个 武林高手 练完一套拳 然后 慢慢 收这种感觉 你可能没注意 你刚才那个最后一条的时候 我看到了 就怎么讲呢 像开完枪以后 然后左轮枪吹一下那种感觉 还七成蛋煙一下 你看回报的话 挺有意思的 对 可能是一个就是互相的东西 因为在里面演的是夫妻 对 所以那个 感情戏 嗯 感情戏的时候 它是非常准 酷啊 就是他打得很漂亮 对啊 我虽然不懂什么长拳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我 我们在黄山的时候 他有练功啊 然后比如说拍我温戏的时候 再拍他的打戏 那都是看得见的 那然后 师傅找你就够了 那我学费都高得去了 哈哈哈